有人说 了解一座城市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行 如果你了解一座城市的繁华与苍凉 那它一定拥有过你的爱情 在这座海边古城圣湖安 我怀着一颗期待遇见爱情的心 缓缓走过 沿着充满斑驳树荫的小路 逛逛老城区的风情小店 看着两边色彩斑斓的房子 反复穿越到了欧洲的某个海边小镇 走过当地航海人 每次归来都必须跨过的圣湖安门 参观波多黎哥议会大厦 迎着海风 登上世代西班牙人经过两百多年努力 建造出俯瞰整个圣湖安湾的宏伟古城堡 静静体会留在了这斑驳墙上 那几百年岁月的痕迹 当首轻浮上老城墙时 鹅畔似乎能听到曾经的金戈铁马 在城堡上眺望远处的大西洋 看着层层海浪卷过沙滩 就像在体验一场时间之旅 脚下彷徨的是英雄们振臂高呼的呐喊 眼前是蔚蓝的海洋 周围是来自世界各地游客们的嬉笑 一切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反复抵达了另一颗星球 我的右前方是阿雷西莫天文台 快 那里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单面口径 电波望远镜 直径达350米 通过改变天线溃源的位置 扫描天空中的一个带状区域 007系列黄金眼以及电影 《接触未来》对我在这里取景呢 现在我们来到了灯塔为中心的 阿雷西沃历史公园 跟我一起走上灯塔去眺望一下加勒比海吧 这是一个以灯塔为中心的主题公园 登上灯塔能看到蔚然的加勒比海 无敌的海景 悠久的海盗历史 说起加勒比海盗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岩洞 就是加勒比海盗3的取景地 早在1493年哥伦布来到了波多黎哥之前 就已经有了的岩洞 岩洞里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 最古老的壁画岩石 一切显得是这么的神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